它越白了 它是标准的 它是比较标准的血统 比较标准的那种 阿拉伯的 阿拉伯的一般是 它比较往后是 找人的多 白的也有 白的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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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感觉 躲了好8月 哪个要好一点 我认为这两个人 总体这两个人都不错的 你看 我就觉得它的提型 提是什么的 我觉得比这个人还好 而且它这个全肢的话 就是它的提型 提型 一定好 你们这里几个总马 都是保物 都是很好的 不错 真的不错 可以的 它的结构就漂亮了 又不穷 虽然它不是属于顶级的赛 它至少在 就是说欧洲的话 它属于二山类的马 但你看它的提型很漂亮 你看 你看它的细部 你看 就这一圈叫细部 上面那一圈叫炮部 叫管部 你看这个多漂亮 它是体型 这个叫旗甲 马最高的话 就看这个地方 这个叫旗甲 让它知道 人在摸它 它就很舒服 它还是比较乖 爬不起来 我上次看到你们谁骑的 小白 那个是 你们的那个骑手 我看那个视频 骑得一点点 它也没完全跑起来 它把那个码头蹬住跑 马刚来的时候 不能让它跑太快 那是刚下车 不是下车刚快 是这样的 你看咱们这个骑吧 跟人家速度比赛 一种马不一样 速度这种马骑 不是说松开跑 它是将手吊着它 它才能跑 你松了它反而停 你不认识它 它训练的口令不一样 就是这里太冷了 没让它洗走 这样吧 明天明天 这个马是个白马 我知道明天明天 这样明天 今天上来明天 找一点有太暖的话 我把它牵出去 我先把身上刷一刷 看它怎么骑怎么弄 我都不太相信 对吧 看它怎么弄 可以说 你每天上午半小时 下午半小时 就跑它 跑出汗就没事 但是跟你讲 吃的太好了 反正就茂盛 体型有点下 体型有点下 它这个头上面 还稍微有一点点骨 可以可以不错不错 其实这个品种也还挺好的 就是我们也没怎么训过 这个马它就没有骨 它的型特别亮 这个体型就漂亮了 纯屑的 它也做就挺 没有毛去吧 几乎看到它这里没有毛 我就是感觉麦莲好像认识你 你一来的话 麦莲特别激动 小圈圈也可以的 你挂这里 这个速度是最好的 这个速度是最好的 对对对 8月后 6月 但是打圈要必须毛 要出点汗 嗯 不出汗就没效果 嗯 红屑还怕它 出汗以后感冒 不对不对 不能喝水 那它汗慢慢的收担就没事 不能喂水 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师傅 你看这低红 低红特别大啊 它的肺活量有多大 你看这 走起 看到这么漂亮的马哥都比多开心啊 还累啊 怎么累啊 这你还好 这个马哥 对对白了 对对我们 在摩管上就不能多 我们来到 就是马哥 对那这种马哥 谢谢大家